拿出手上的一大跌人民币 艺人秦伟是演艺圈的投资大王 在大陆不只买房 还存了不少人民币 但11号人民币突然走扁 跟上个月比较 手上资产也跟着缩水 因为你是中长期投资的 那当然心里会说 怎么会突然缩水这么大 不只是秦伟 许多退休族也吓出一身冷汗 就有退休教师 7月份才砸200万退休金 重压人民币定存 结果利息还没赚到 8月11号就赔了近5万元 银行李专电话接到报 大家的问题都是 到底要不要赎回 省得赔得更惨 个人认为是 现在是短空但中长多 就跟理财专员的分享 就是说我们不会蹦 不会动以前的东西 甚至还会加码 秦伟看好人民币后市 但现在人民币走扁 被认为是大陆人行 扁直救经济的手段 埋在5元以上的台湾大妈 通通赔钱 就怕还要继续贬下去 根据统计 国营人民币存款 今年以来增加360亿元以上 加上人民币计价基金 增加22亿元 人民币保单约4亿元 等于将近2000亿元台币 惨被套牢 以往人民币定存 被银行视为民型商品 但现在因为这波汇率波动 让民众心情七上八下 就怕引爆赎回潮 从银行的金基母变成金陶铁 记者薛小沛林东明台北报道